最後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請各位因為雲端的部分 理論上是都會在 但是可能會變化會或怎麼樣 所以如果你擔心說上面的資源 你想要繼續學習 要繼續利用的話 那你回去可能就是說 再把這個網頁 這個雲端上的位置裡面的東西 也許可以先備份一下 備份很簡單就把它下載就OK了 然後上面雲端的 或者白板的東西 它會全部下載 或者你也可以分開自己在做 自己習慣的講義之類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這個論壇一樣 今天我們第八次上課 我一樣會把影片放上來 當然理論上 這個影片理論上不會變動 不過我也不敢保證說 將來 當然短時間內絕對不會變動 但之後會怎麼樣也不敢說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備份的話 你自己再想辦法把它備份或怎麼樣 OK 那或者是說 之前上課你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但是呢 之後 看了之後又有問題 或者是有更好的解法 或者有什麼體會 那歡迎你也可以在那個 YouTube的影片下方 讓我知道一下 至少讓我互動 我也比較知道說 原來大家回去 其實都相當認真 這樣我做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做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不然的話說真的 其實我盡可能的用一些 比較怎麼講 想像同理心的角度去思考大家的需求 但是我也不敢保證說 我的這樣的想法 是不是就完全符合大家的需要 OK 所以有的時候 你們如果跟我互動的好處是 我至少也比較知道說 你們到底是有沒有學到東西 或者是說你學完之後 有沒有更多的體會等等 當然也可以再讓我知道一下 因為雖然今天課程是結束的 可是事後其實還是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再做一些護照 包含就是YouTube 或者甚至 如果還有問題也許 那也可以用E-mail的方式 當然最重要是 讓我看到具體的東西的話 那我會比較快就可以 因為其實說真的 上機馬上一踹 答案就出來了 我也比較不用用猜想的 OK 好啦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 原則上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當然之後 還有一個進階課 可是不是每一期都會開 那當然 之前有同學有問到 那我 也許之後 也不確定哪一期會開 可能就是間隔個兩三期吧 然後最近我是有一個線上課程 在另外一個單位 也開就是爬蟲跟那個繪圖 那我之後可能 不然我就也是在這邊 告訴你們那個網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考慮一下學習 OK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最後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沒關係 如果想到問題的話 隨時可以再看什麼方式 留言或什麼的 OK 我想問 因為之前那個 你有說 就是 好 我想問